广西香芋扣肉应该就是扣肉之中的天花板 应该没有人有意见吧 今天分享年夜饭上不可缺少的香芋扣肉 视频比较详细 仔细看完必有收获 王嫂送的五花肉改刀 然后冷水下锅 加葱姜 尿酒 煮至快条插进即可捞出 然后用牙签在表皮插上小口 表皮加少许盐 涂抹均匀 再放点白醋 同样涂抹均匀 晾干水分后冷油下锅 盖上盖子防止油飞溅 炸至表皮金黄翻另一面过来炸 炸至六面金黄捞出放凉 开大火升高油温放进去复炸 升高油温复炸 才是猪皮起泡开花的关键 锅中底油再把切好的芋头放进去炸 炸香捞出备用 炸好的扣肉放入温水中 把表皮泡软 泡软后再切成薄薄的厚片 碗中加葱姜末 生抽 蚝油 一勺处猴酱 一块南乳 13香 少许盐 再加点清水 搅拌均匀 倒入备好扣肉和香芋上 再用双脚翻拌均匀入味 一块扣肉加一块芋头 表皮朝下 码入碗中 倒入腌制剩余的料汁 放入高压锅里 上漆压20分钟即可 蒸好后用一个盘盖上 再用乾坤大挪移翻过来 这满屋飘香的香芋扣肉就做好了 赶紧收藏过年行动起来吧